现在各位要做一件事 你就是了解之后 你把这个后面有一个加号 减号这个有没有 你把它收起来 你把它点一下收起来 好点一下收起来之后 你只剩那个第一层的关键字 好这时候 就是验证你到底理不理解 这个内容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要确定学生 到底有没有理解这个东西 你把后面的东西解释 把它收起来之后 来请你讲一下 什么是羊群效应 或者请你自己 如果是自己学的话 你就在脑袋回想一下 什么叫羊群效应 如果你想得出来 想出来之后 你把它打开对照一下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如果是一样的东西 证明你已经充分的理解羊群效应 好这是验证的方法 那如果你想不出来呢 好没关系 打开来偷看一下 回想一下 好回想一下 如果 看过了回想过了再收起来 脑袋再冥想一下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叫做羊群效应 好 那如果你再次打开之后 会发现你已经理解了 好 理解了 理解了之后呢 收起来 其实以后 你对羊群效应这四个字 只要一讲出来这四个字 你就已经完全充分它背后 充分了解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你就不用再去 打开后面这些东西 好 那也就是说 你已经刚刚看了那一大篇的文章 好 你刚刚看了这一篇的羊群效应的文章 那一堆字 经过你的理解 好 经过你的抽象化之后 它已经变成羊群效应这个符号 好 所以以后你只要 跟这个有关系 你就想到羊群效应 好 所以呢 当众人没有 众人都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 我可能理解比较多 我就站出来喊说 来跟着我这样做 好 所以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件事情 在 现在科技领域 因为是新的领域 那所以 很多老师在科技领域上面 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办 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 我们比较了解的人 我们就会去 特别规划了一个步骤 我把这个步骤简单化了 所以 当你们不会教科技领域 或者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教科技领域 才能教到核心 那请你就跟着我 这六个步骤这样做 那你只要照着这六个步骤做 你就可以很简单 教到科技领域的核心 所以各位在做那个教学的时候 你们常会听到什么 MAPS 什么翻转教育 他们就是属于那种领头羊 好 那所以各位老师请你花两分钟的时间 确认一下你是不是了解每一个东西了 给各位两分钟 两分钟 我们现在是在练习那个阅读理解的历程 然后请各位去把它收起来 收起来然后冥想一下那个内容 然后想出来之后再打开确定一下 是不是跟你想的是一模一样 好 如果想的一模一样 代表你已经完全理解这个关键字 好 那像这种经过整理过的资讯 做新制图是最简单最方便的 那所有国中国小的课本其实都是整理过的资讯 所以学生在使用新制图做阅读理解灾药的时候 其实特别的方便 好 那当你这个简单的东西汇了之后 将来你自己去自主学习的时候 你要上网去Google一堆海量的资料 那些资料可能都是没有系统 那没有系统的 你之后会要做个分类 那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讲到 好 请老师就确认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在模拟那个教学学习的过程 现在是做阅读理解的部分 确定你都理解了这十个东西 因为你要记忆其实要先理解 先理解才能记忆 好 好 我们时间到 好 那现在各位已经完全理解这十种东西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做第二件事 就是当我已经完全理解这些知识之后 然后我也把它抽象化出关键字 把它丢在这个第一层的节点之后 那如果将来这个东西是要考的 那或者说我想我想对他更深入的了解 我想把它记起来 想要把它背起来 那这时候就会牵涉到一个工作 脑袋工作容量的问题 那一次十个东西很难记 好 很难记 所以像你的电话号码为什么都七个字 办公室电话号码846-2860 你的手机 09-12519-373 十个字 对不对 你要一次记就会很难记 因为你的 根据他们的研究 就是你的我们的一次的工作容量 是脑袋里面一次是七个字 然后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脑袋 不同的结构 能力的不同 他会加减二 就是比较烂的人 他可能一次可以记五个东西 那比较厉害的人 可以一次记九个东西 那所以平均值是七个 所以当你呢 你会发现你的手机一次十个数字 你要一次记那十个数字 其实不方便 不好记 所以通常我们就会把它做一件事 你会发现那个记手机 都09-12 然后一杠 519-373 他已经把它分成两堆 对不对 他分成两堆这个用意 其实就是在说 就是在方便你的大脑记忆 把它分堆 那分堆 那每一堆呢 就低于七个以内 就会比较好记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十个 你要一次记 真的很难记 所以你必须把它分堆 那分堆的时候 就要靠你的想象力 什么叫想象力 你可以看一下这十个东西 如果你要分堆 分成十个最少要分两堆 才不会就是高过七个 所以你稍微看一下 羊群 蝴蝶 青蛙 鳄鱼 蝶鱼 蝶鱼 刺蝟 手表破窗 二八木桶 好 这时候 有没有人想到 要用什么来分类 你可以在讯息列上面 打一下那个分类 有没有老师 觉得要用什么方式 用哪一个关键来分类 各位自然科 应该好像四年级 就有学过二分法 对不对 二分法要找一个 可以区分的关键出来 对不对 好 动物名称跟非动物很好 简老师厉害 好 所以你看 这边 这个都是 好像都是动物界的 然后可是左边这边 都不是动物 所以如果你把它分成 动物跟非动物 好 所以你就 再增加一个 止节点 叫做动物 然后再增加一个 叫做非动物 好 然后呢 我就把这几个 动物的就拉到动物后面 好 那我也可以一次拉 那个如果你要复选的话 可以按住Ctrl 好 就可以复选 然后就直接拉到 动物后面 然后那个非动物的呢 一样这样 拖曳也可以 直接拉到非动物这边 把它分成两堆 然后它也可以换边放 换边放 他不给我放 好 这边没关系 这个之后我们再调整 好 那你就发现 我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分成 动物类的跟非动物类的 好 那动物类的就1234566个 就低于我们的记忆负荷的容量 低于记忆负荷容量 那这样子的分类就其实就是蛮合适的 好 对 那个现在我目前用动物 那你当然可以想到不同的分类的方式 这个随便你 好 这是在我们的记忆的一些技巧 好 那再来下一步 我们要去记它的时候 好 要去记它的时候 好 如果你这六个动物 你就直接这样背 其实也不好背 对不对 又是羊 又是蝴蝶 又是青蛙 又是鳄鱼 又是刺蝟 好 那 有的人可能会再度把它分类 好 比如说 这看起来好像陆海空都有 对不对 陆海空都有 那我就再把它分类 方便记忆 所以你简单的 你在动物下面 再分个陆 海 空 好 那这个是陆地的 陆地的 然后海 呃 那个水 水深的 应该是水了 然后蝴蝶 空中的 那这个分类你随便取 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对错都没有关系 这是你自己记忆方便的 好 所以你会有陆海空 陆海空 那你就知道说 陆地 陆地 有羊群跟刺蝟 然后水深的 有青蛮的有青蛙 有青蛙鱷鱼跟碾鱼 然后在空中飞的有蝴蝶 你就稍微分类一下 然后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收起来 好 收起来我们就来恢复一下记忆 好陆地的 恢复一下 陆地的有什么 有刺蝟 还有呢 羊对不对 羊群 刺蝟 那海 海的有三个 水的 水深的有三个 有鳄鱼 有鳄鱼 还有一个什么 如果忘记了 打开再看一下 还有青蛙 水深的 鳄鱼 鳄鱼 青蛙 就有点印象 水深的有鳄鱼 鳄鱼 青蛙 那空中的有蝴蝶 只有一个就很好记 好 所以 你就可以稍微再去复习一下 然后最后可以再收起来 动物有六个 陆海空 陆地的 就是 羊群跟刺蝟 然后呢 水里面的 有鳄鱼 还有青蛙 还有鳄鱼 然后空中的有蝴蝶 对不对 这样六个 你就可以把它记起来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样子就把六个记起来 好 那 这是我们第二 就是 你在记忆的时候 会有一些小小的技巧 你要去把它分类 分堆分类 然后分到你觉得好记的为止 这是 最简单的层次 最简单的一个记忆的方式 好 那所以现在你已经把六个记起来了 好 我给各位一分钟 各位把它记一下 好 一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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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